那么今一心念我 是今四理 现实今夜学人 但深信切约 称念名号 即是一心念我 黄念老这几句话重要 现实我们先请 在这个世界 修净土的人 只要深信切约 称念名号 这就是经上讲的一心念我 如善道大四语 一心专念弥陀名号 行走着住 站着坐着握着 不问实际究竟 念念不舍即是 一心念我 这是一心念我 该从事入离 且四中 具体实力 我们往生 极乐世界 方向目标确定 只求往生 把这些品味 都不要放在心上 为什么 品味放在心上 也是夹杂 也是不纯 反而有损失 没有好处 真正纯 是连 品味的念头 都没有 到极乐世界 品味 自然 上升 这是一定的道理 有品味 还是没放下了 一定要真得那个品味 实在讲 极乐世界 有没有品味 告诉你 没有 那品味这么来的 品味是人间分别 执着上来的 极乐世界 人既然是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懂念 哪来的品味 这样我们才真正明白 品味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术 有没有这个现象 有 不是没有 每个人修行功夫高低 不一样 但是极乐世界 是平等法界 都得到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 加持 智慧神通道理 无不平等 跟谁平等 跟法神菩萨平等 就是阿弥远之 这时不可思议 是平等辞联合